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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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指数靠稳在3400点流上 不过也跌幅到1.4%过外 守在3401点的位置 创业版的估额更加大 跌幅到埃近半成的位置 守在2625点的位置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收看 大家好,我们来到卫士焦点 先看看市场的重点消息 内地头两个月零售升超过3.3% 工业升到3.5% 都是比市场的预期 不过美金强,人民币偏远 跌穿6.5关口 加密货币比特币 过去的周末曾经突破6.1万美元 创新高,大传出印度可能打压 计划立法,禁制交易和抹矿 比特币曾经跌穿6万美元 内地经济数据好 不过人民币汇价反而偏远 离按人民币连接第二日 再穿6.5关口 最新做6.5145 内地今早开出人民币中间价布6.501 对1美元大致符合市场预期 不过在印度价都滚回到6.5以下 最新做6.508 人民银行做了1000亿人民币 中期借贷便利,即是MLF 连同100亿元人民币的逆回购 刚刚好,完全对冲了个度期量 当中并没有投放或收资金 延续两会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 今天的焦点就是内地最新经济数据 受去年疫情影响之下,基数低支持 内地头两个月的零售大升超过3.3% 比预期,工业增加值升到3.5% 两个数字都令市场有惊喜 不过要留意固定资产投资 就稍微差过市场的预期 另外国统局就强调 第一季经济增长有望大幅增加 听下他们怎么说 政策应该说对我们形势的 这种复杂严峻是有预见性的 也是有准备的 所以说尽管我们当前可以说 国际的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太牢固 但是支撑经济稳定恢复的 有利因素是比较多的 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 都属于是在仍然处于一个 恢复性增长的过程中 我们今天嘉宾日光大声 和金人晓平的Bruce 和我们分析下会市情况 Bruce 你好 你好 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经济复苏、美金强等等 但短线是否大家都看得到中美关系 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茨 外长王毅 星期四就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预期会不会有更加明确的方向 有些有因要走弱 中美关系 今个星期会在阿拉斯加开会 但是暂时看到双方的态度 都未去到很软化或者去做任何事 今次是特朗普之后的第一次 中美双方的会面 其实大家两个是摸底的机会 是大于谈得到任何的情况出来的 反而要担心的是 美债的知识率继续向上 未来的如果去看回那个量度 有机会继续向上 令到人民币和美元的息差收窄 对人民币带来一定的压力 好 留意 现在人民币就在6.5水平 经济复苏加买 其实现在市场有个收水的预期 因为我看人行的动作 都只是刚刚好充足到其量 这样做对冲而已 人民币是否看中线继续走强 现在6.5水平你觉得够便宜了买了没有 人民币方面其实在收水的情况之下 当然可以看好一点 但是在美息的上升之下 又可以看回少少人民币 所以未来其实人民币 一个大幅上升的预期暂时就会停止了 预期都是打横行 上高可能在6.6那些位置 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吸纳位 但是下面暂时来说6.3美6.4 其实都是一个支持位 暂时就不会升破住了 好 人民币今年没有得好像去年 这样走单边了 留意走波幅的 美债息急升 上月黄金一度失手1700美金大关 低见过1699美金 不过印度打算立法禁止加密货币 比特币要大跌 提振黄金的吸引力 最新金价做1722美金一盎时 另外留意路透映述消息说 印度打算立法禁止加密货币 任何在印度交易或持有都将以处以罚款 如果成事就是全球最严厉的政策 不知识法案的官员就说 接下来就禁止持有、交易、发行、挖掘和转移 会被6个月的时间 一些持有人士出清他们的比特币 比特币一度破过顶 最高见过61795美金 其后又回到5万8 不过最新就在6万美金水平附近增持 另外留意商品货币 澳洲央行的骆威说会继续维持一个宽松的政策 直到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 再次强调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澳洲只继续表现强劲 首得稳77美先做77.19 而今天问一下Bruce 新西南园最新做71美先 问一下Bruce金价定得住美债息高企 是否证明1700美金一盎司 这个位置调整完成 现在看黄金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了 如果债息继续向上 对黄金是不利的 因为其实黄金当然是对冲通胀 但是现在的息口上升 通胀就未开始发生 所以所谓的有效通胀 其实是一个息比更高的通胀 对黄金来说是不利的 当通胀走得比息比息快 对黄金相对有利 就算不管息口是多高 只要通胀都是高的息口 对黄金的矿通胀是有利的 短期来说在去年的8月份 8月尾9月看到高位2075 如果真是很认真调整起来 1600美金都不出奇 但是1680美金 即现在附近这些位置 其实是一个短线的支持 在这里上落整股 未来除非息口再大幅上升 有机会黄金再向下试 通常黄金在夏天 都有机会会做一个低位 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去吸纳黄金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好 留意 黄金虽然短线就有点调整 但都可以留意一下 比特币我们看到很波动 上次和Bruce King升穿5万 现在升穿6万 如何给意见投资者 其实比特币在1月份创了高位 2月3月都创了高位 未来4月会不会再创高位 如果真的再创的话 其实都已经连创了4个月的高位 其实都有一个较大的回调压力 也都见到印度也都是出现 开始去对比特币加以控制 其实很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比特币也都抢了一些 在市场去救助其他经济的一些实体资金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是非常推崇比特币 多于去救自己的经济 所以其实如果就算再创新高 都是去看比特币有机会回落 再加上美债息上升 其实对货币是有利的 好 要留意 比特币可能要看外围的因素 可能会比较波动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救经济方案 上周五公布上游通胀增速到加快 市场在估计联储局会否提早加息 美债息一度升穿1厘63 见过1厘64 再见一年高 今周超级央行周 看实美联储会否出手这么低债息 美汇一度逼近92大关 下周打后再走强少少 做91.843 看债息方面 10年期国债资息略上周五 一度升到1厘64 超过一年高 来到下周时 最近10年期做1厘631 继续表现强劲 30年期2厘387 逼近2厘4 两年期做0.153厘 今周就是超级央行周 星期三有美联储议息 市场就关注 会否有实质压低债息的行动 和对经济前景 看看美联储如何展望 而日本银行早前暗示 可能会容许一些债息更波动 市场期待更清晰的指引 英联银行议息 市场就观望 会否再加大买债力度 美国1.9万亿美金支援经济方案 上周五已生效 美国财长耶良接受访问时 同意财政刺激 推动需求复苏 可能令物价暂时升 不过只是补回疫情的损失 相信通胀风险只是很小 而且可控 重新密切监察 必要时有工具可应付 要留意 高城都有统计过 自至上周三一个礼拜 债券基金是走资 超过153亿美金 规模是去年4月以来最大 而且是近四个月以来第一次走资 另一个要留意的因素 就是市场关注补充杠杆率 即是SLR会否延期 去年4月为了应对疫情 联储局放宽对大银行杠杆规定 允许投资美国国债 视为无风险 我们和Bruce谈谈一下 今星期美联储是否做事 还是会做些什么 十年期债息都要有心理准备 慢慢会向两厘走 美联储我相信 他们依然会重新 到2023年才会加息 向市场派回的定心院 但是见到耶伦和Bruce谈 对债息的上升 就觉得是一个健康的预期 在市场预期的经济复苏 所以他们也不会这么快 会出台一些什么的措施 去禁止债息 所以债息依然有机会 继续向上走 也是在他们的容忍范围之内 导致债息上升 美国美元的息差优势 就会进一步确闯 去推升美元 好 虽然说美债息 他们似乎就不急了 但是美金去到9.2.1 会顶住 当中原因 会不会非美走势都不太差 美汇究竟如何部署 美汇指数 其实由去年3月份 即疫情开始爆发的高位 103 到今年1月份的低位 89.2 回调回0.236 其实就刚刚是92.4 附近 刚刚上个星期的高位 在这里整固完之后 有机会去回0.382 整固就是94.4 所以暂时来说 美汇指数只是 在这里短暂的停留 看到其实它向下的动力 都不是太大 有机会等着一些因素 来突破向上 好 美汇指数又不是说 看得太差 麻烦一下Bruce和我们的分析 好 再跟着美汇说完最新会架 到这一边 在哪一边 到哪一边 到哪一边 都要走 一边 到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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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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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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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果你說技術上由高台有4到5 甚至乎4到6個星期的反覆整固 是很正常的 就算指數稍微捉一捉底 都不是馬上V形上去 它都會持續整固2到3個星期 3、4個星期 期間來說的市是完全沒有方向的 稍微有少少買盤的 好像近日這樣 就馬上回到10天和50天線的樓上 反過來 稍微有沽壓 亦都會走回到10、50天線之下 如果移動線那方面是轉弱了 因為10天已經跌穿50天線 但我對整個大市 如果你中期後一個階段 我自己的反覆不是太過擔心 但短期來說就沒有辦法 如果拉闊一點 大家用一個很闊的角度來看 去年3月19日21,139 一個星浪去到今年的高位31,183 整個浪升到10,44點 然後出現2,857點的調整 去到28,326 如果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市是跌回升幅的大概28%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現在這一分鐘就先要看看 1月29日的低位28,259 和這個月9日的低位28,326 技術上這個所謂的小傷底的防守性 都是怎樣 如果沒有跌穿的 不是一直在高台做整固 直到有一個新的消息 或者事件發生 而令到資金再入市轉用 但反過來 如果持續都是反反科科的話 一旦這兩個所謂小傷底 一旦失手 亦都意味著整個所謂的中期調整的幅度 是會深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都是中期調整 不是一個大局的轉向 不過買貨人士 現在這一分鐘 當然就不要急不要用 短炒人士就更加不要大售 郭Sir很難猜 好像技術上有些人說 現在頭肩頂就怕穿頸線28,2 樂觀的角度有個小小傷底 就是28,2、28,3 不穿呢 不用那麼害怕 股份為什麼難猜 你看背後都是那兩股力量 新舊經濟 有很多時候這樣分類 新經濟 我們已經看了 美國債息高企加上監管 又怕加強 所以近來看到好像下午倒跌 但舊經濟是得得的 但問題是你又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會撐得到指數 所以究竟是否能夠頂得住28,2 你怎麼猜呢 首先大家要了解 舊經濟股是剛剛回穩的 事實上是從疫苗面小之後 大家都預期實體的經濟 在二季或者三季會逐步逐步回戀 你看回杜敬斯指數上星期五 才創了歷史新高 但是舊經濟是慢的 你不可能要求回控明天升多少 中移動升多少 友邦又大升 這個近來是不可能的事 包括中公建亦如是 唯獨是新經濟股現在持續都是反覆 如果你說跌很多 我又給大家看看 519元的騰訊升到757.5元 現在落到600多元 那又如何呢 就算最弱勢的阿里巴巴 207元 由309元跌到207元 現在弱極都是220元 美團更加不用說了 200多元秋路上400多元 現在是300多元 我想說的就是 一眾新經濟股 其實一個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小了 現在正在處於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或者中期調整之中 唯獨是舊經濟股仍然還在低位 雖然夏匯豐是好升很多 20多元 升到上去40多元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早一兩年前它的股價還在60多70元 換句話來說 舊經濟股就算有少少回憶 嚴格來說 用大圖一看 拿回三年圖一看 全部是一個低位來的 相反來說 新經濟股真的升了不少 我自己覺得這個情況仍然會延續 但我又不擔心市場跌穿二萬八會跌到多少 因為疫苗變得小 實體經濟真的會逐步逐步回律 你只是看內地的航空股 這段時期不斷地向上湧上已經看到了 郭Sir 最後幾個最重要 就算是跌穿二萬八 都不見到跌得多少 當你定濕雨 舊經濟說起這件事 連升榜裡面有好幾隻都上榜 包括中國海外688 六日之間升了6% 矮仔上樓梯慢慢升 根據路透推算國統局的數字 二月份內地七十大中城市新樓的樓價 按年升了超過4% 是四個月以來最大的升風 樓價的升勢不錯 南方航空累積計升了超過兩成 五十二週高位 文行局提到 行業歷增全年的旅客運輸量 可以恢復疫情前大概九成的水平 還有半個行家 北京首都機場累積計升了7% 今天創了大概三個月高位之後倒跌 都是運輸股 碼頭類的 有隻中遠海運 五日之間升了8% 集團早前增持天津集裝商碼頭 去到五成一持股 加強大中華佈局 還有資源類股份 國際旅價做好 俄裏連升五日 累積計升超過一成六 還有憂太五日之間升超過一成 早前公佈二月份 攝像頭毛組的銷量 按年有超過一倍的勝風 郭先生 你覺得哪一種是你的心意 688 694 北京首都機場 1055 南方洪空 和1199 中遠海運港口 這些都是可以看過的 因為我看回實體的經濟 中國的出口其實創了新高 加上內地的疫情受控 可能去到入下之後 那個旅遊業就會再度復甦 始終來講 航空業是會受惠的 內地的樓價 剛才你提到 是相對比較平穩 還有中國海外 本身的財政很健全的 土地遍及一二線的城市 包括香港在內 而且集團的售樓也相當好 過去這兩隻央企 包括1109座內 大家都說三十幾元 唯獨是109 是under國務院 688就不是 所以被制裁 跌到十幾元 和它的基本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積市估計現在回到20元 如果相對它的每股的資產值 和熱務各方面來比較 它的股價仍是低的 所以這幾隻股份 終極而言 我仍是看好 但是短炒就難說 因為部份是真的慢的 大家不要當是新經濟股 來做個投機性的炒賣 中線少少放在這裏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講到內房相關 郭Sir有隻物業相關股 即物館那類 都是連續三日上升 恆大物業 三日升了7% 我們簡單回答 好嗎 大概一分鐘時間 陳先生說現價買不買 如果你抱著短炒的心態 你就不要買了 我撇除了一些股價走勢 不要說 其實恆大賣樓都相當超標 其實物業相關的企業 最大的賣點就是 現金流比較穩定 沒有公司賣完樓之後 物業管理就交給上市公司去做 它每一年的現金流 只會不斷不斷增加 如果你抱著一個中線的心態 慢慢慢慢買一些 涉著在這裏問題不大 千萬不要抱著短炒 今天買來我看多少這樣 整個氣候一旦回暖 其實物件股個別 不是全部 應該可以有一個明顯的走勢 尤其是沒有公司賣樓 賣得超標的走勢未來更加會好些 明天業績 提提大家 郭Sir有沒有拿著剛才談過股份 是沒有的 好 待會回來講澳門股 今集時間 這一節我們請來嘉賓有黃敏石 Michael你好 大家好 你好 見回五後的股市都已經很波動 曾經升過200點左右 亦倒跌過126點 現時來說 回穩少少升有35點 28773點的位置 繼續都是科網股份拖低著大市 尤其工商指數跌超過200點 成交1584億多 一來已經擔心著外圍那些債息抽升的情況 影響著高股值股份 還要擔心監管政策 亦都打壓著科技股走勢 所以整個大市來講 現在是不是都危機未解除呢 向下的危機 或者危險性 是不是都還是高呢 都還是反覆 始終現在一個行指來講 都未能夠 站穩在29,600的位置 即20天線樓上 都還是50天線公黃線 即原來都是美元 50天線如果繼續再試 再比較大一點的支持 就是28,200的水平 我想28,200至29,500 即這個水位還是比較拉短 還有最關心的是債息 反而這方面 大家都未有見頂的情況 還有我這裡都強調 三月下場 既然這麼多不明狼 基礎投資資 我想積極入市的意欲比較低 因為今年的一月 真的升幅表現很燦爛 基本上有很多都錄得一定的升幅 如果都是適落車的情況下 已經鎖定了一定的利潤 就不需要趁現在這些事況去急於低撈住 好的因素等等 在一月份可能已經反映了 現在都是要反映一些比較負面的情緒 或者大家都是更加審慎作為一個策略 最新來說行資正在升十多點 但很多股份相信Michael都覺得一獨不如一靜 都是在冠王為主 不過以下這個板塊 雖然市今日都比較反覆為主 但它都是站穩的就是澳門相關股份 一來澳門政策方面 都有少少叫利好或者幫助的氣氛 澳門政府宣佈 他們都有一些穩就業保民生等等的政策 其中也會繼續派堂 四月份提前了 四月份方面 永久居民是一人一萬元 非永久居民每人六千元 還有電子消費券 總額是五十億元 有些政府方面的預測 可以拉動三倍的消費力 在食住玩方面 都有些優惠的政策 包括參與計劃的澳門居民 每人獲得一次是二百元的酒店住宿補貼 幫助酒店業、旅遊業等等 可不可以刺激澳門的消費氣氛 你覺得對賭業股來說 會不會儘量都有些幫助呢 我想其實這個都有推動他們自己本土 但對博彩業來說 始終都是要講內地方面 譬如通關或者正式他們 比較常見到入境的數字增加 在推動方面 無論消費或博彩方面 真金百元的錢 參與收益 變成增加 我想才眼見為實 當然有這些計劃 大家又覺得有個正面推動 開始不會覺得太詫異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刺激 但刺激要看需求 我想大家看得比較實際 當然澳門我們很視乎 究竟是通關或者旅遊的人數是怎樣 但如果本地一來有得派錢 二來有酒店補貼的時間 又可不可以刺激本地居民 去一些酒店 或者相關的一些旅遊場所去消費一下 但它供應這麼多 你是不是期待本地stackation 這個是否有推動 我想不會有限 我想未必會積極得這麼重要 還有它這麼多的供應 或者它都是以這方面作為一個主打 我想可能你說純粹去消費 一兩天就會 但你說持續性的情況 我覺得不一定這麼大 這個就真的好看反應 就是幫助作用就有 但未必看得這麼樂觀 或者這麼多 暫時來說 就1至3%左右的升幅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澳門相關的遊客方面 又會不會有好表現呢 見到澳門財政司司長 也說到其實遊客方面 由去年13日 就是9月13日 就全面恢復 就是陸續恢復內地的自由行之後 賭收的情況 他都見到是趨勻向上 當然還要提到 以中場客為主 還有一個補充 就是賭牌方面 現在競頭工作都是有序開戰 預料下半年就會有一個諮詢 其實今天還有一個板塊炒氣 是一些航空股 就說大家內地遊客開始都已經部署著 究竟5日放5日假去哪裡玩 澳門你又覺得有沒有這份憧憬 如果在境內 反而那個地方比較少 當然有沒有期待 外面的人覺得澳門是一個 相對地可以參與很多博彩的業務 但問題不代表境內的人是喜歡的 即為這件事 變成成為一個常態的人 即是在境內去博彩 所以 但內地遊客 可能都真的出境 都只可以去澳門的路 選擇上 但我覺得他不一定要出境 即是為何內地這麼大 即是你可以這樣購賞 但很多時候 是不是真的推論得這麼大 以及為何時候 你見博彩股 都很多時候已經是股價先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錦上天花 但你都是看回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真的推論得欲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即是變成如果你說 譬如看回有幾隻 都是一路向上的 即是你可以再撥破頂的 譬如英雄雨 那些 但這件事其實是否一個很強的 一個靈丹妙讓 或者再加強化 這個其實 我想都是中間的一個趨化劑 即是五月份的賭收 或者五月份 接下來這個小的黃金假期 你就衝勁不斷太大了 不要怕太大憧憬 我覺得 即是其實有這樣的推動 但是不是出來 反而又看回那個訴求 還有看股價 是不是炒得多高 因為太多 之前的案子都是 其實當然 博彩股很多都是 慢慢一步一步的股價向上 的而且是承認 還有它很多有利的安排 或者處於那個位置 似乎反而可能是 比起香港在這方面 如果吸引一些內地的遊客 即是有個先天的優勝條件 但是不是代表最重要 內地的遊客一定是這麼快回來 這個反而是另一個 大家都是要再盲到 硬件為實 才承認的一個形象 如果都真的喜歡賭鼓 譬如會不會好像剛才 澳門的司長這樣說 都是中場客為主 選擇中場都叫做穩陣 或者叫做相對安全的選擇 對,所以我都喜歡投三隻 其實我都喜歡投兩隻 一金金銀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吸引支柱 那個推動 變成正面 而如果說 反而你說會開新場 首選都是880 這個就變成有個新場推動 可能有機會幫他手 再批回高位 剛剛Michael說 其實27號都可以再播他破頂 早前的歷史高位是80元水平 現在都消化一下 現在去到72元 是否現在可以去部署一下 上下的空間 是否都是看著80元 下面又看甚麼位 下面又看80下 我想現在差不多是72.3毛半 定位框框的指示位 可以放在68元水平 下面指示68元 上網再破頂就是80元的大關頭 當然最近債息上升 因為有些高估值股份 殺得比較慘 看看他們的估值算不算得高 預測市盈率方面 大約是30-40倍的水平 你又覺得這些估值合不合理 又擔不擔心他們 可能都有些估值調整的風險 其實如果你看幾隻 我覺得反而是美工媒那些 我會比較擔心 因為始終做高亂中場那些 是否這些客人這麼快回來 都會看回他們所謂的 所謂的黎馬 或者推動是怎樣 會有變數 但你說高端中場 現在銀河和金沙都比較接近 我覺得推動的空間比較大 奧博其實都不是便宜 不過我覺得它有新長開 所以可以維持一定的日價 好,如果真的按股值計 美高媒就不是你首算 如果基本面再加上股值 都是金銀二手就比較喜歡 如果說到金沙的股價 你看到一年高位附近 而且更加接近一年高位 一年高位只有40元 有沒有機會短期可以破頂衝多疾 你說金沙 金沙如果你看回它的股價 我覺得慢慢都有機會試頂 但見它近期要看RSI 我反而看RSI來說 上月再衝38.7號半 RSI就去到差不多接近80元 但現在慢慢上去 其實力水只有60多 所以可能都要一點時間 要一點力度 未必這麼快一次上 你們的圖都很好 你可以比上次試40元 大家見到那時去到差不多80多 現在RSI上市 但暫時還是60 動力跟不上股價 暫時來說升3% 38.4的位置 多謝Michael的分析 剛才說的股份沒有持有 剛才沒有持有 多謝你 節目時間給我們休息一會 謝謝導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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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乎 我們請來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